这是一场较为罕见又惊心动魄的武术表演 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 它属于南少林的武术绝技叫老虎钓 凡是练成此功者全身坚硬如铁 可用绳子捆住颈部掉离地面 用棍很急凶 腹部而不受伤 却有很高的积极食用架 这个功夫和少林钓弓十分相较 少林功夫高手是恒德就非常擅长钓弓 用一根绳子吊住自己的脖梗 然后玄弓掉在五六米的高处 这就是威震武林的铁侯弓 有十分强大的抗击打能力 没有多年的苦弓修炼 根本就练不成这样高难度的动作 那么少林钓弓和南少林的老虎钓有什么区别 七相同点都是要不断提升侯部薄弱部位的抗击打和捆掉能力 七不同点在于 老虎钓在玄吊的同时还要不断击打凶腹部 全身好似铜墙铁壁 可经受外力的猛烈攻击而不受伤 应该算少林铁侯弓的升级版 遗憾的是 老虎钓传兽非常保密 从来都是口传神兽 传人很少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